美军中士伯格达尔继续在德国接受治疗,他在被塔利班囚禁五年后充满戏剧性的获得自由,奥巴马政府为争取他获释而采取的行动受到国会的强烈关切。 国防部长哈格尔告诉国会议员,政府在通知国会有关释放伯格达尔的行动上可以做得更好,但是他坚称美国有责任将美军士兵带回家。 为了找回伯格达尔中士,我们的选择不多,而且并不完美,但是他们处于战争时期,特别是我们在阿富汗打的这场复杂的13年战争,战争是很混乱的,充满很多不完美的选择。 共和党继续质疑白宫做出换球决定的理由,共和党众议员迈克·基恩说, 这个星期稍早,白宫给众议院的解释是误导性的,甚至是睁眼说瞎话。 这次换球给未来与恐怖分子谈判创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。 对此,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亚当·史密斯不表赞同。 任何理智的人面对现在阿富汗的形势都能了解,如果你不和塔利班进行某种程度的谈判,就没办法和平解决问题。 至于是何种谈判,我们并不清楚,但是将换球视为和恐怖分子协商,我认为是完全错误的说法。 哈格尔表示,换球是让伯格达尔回家的最后机会。 哈格尔一再强调,等到伯格达尔完成治疗后,有关他如何被塔利班俘虏,以及这些年所遭受的待遇等一连串问题,将得到更好的说明。 美国之音,VOA卫视新闻报道。